人生都是這樣,早半個小時起床,人家說多很多時間用 但可能早半個小時起床都是發呆斗,坐在床上,睡醒了就坐在發呆斗 或者多了半個小時滾手機坐在馬桶上,又是這樣 你要做些有意義的事 有個朋友曾經試過凌晨4時起床,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培養好習慣,是教人家4時至5時起床,然後下去跑步 然後晚上幾時睡覺,盡量安排在中午11時前或12時前 就將每一天的事全部做完 但問題是社會節奏跟不上 是的 你明白嗎?有很多東西的配合 誰不想建立一個好的習慣,每個人都想建立一個好的習慣 這是一個道理 所以大家最重要是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即是無論是千做人好,無論是早上跑步好 無論是早半個小時起床好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你不會說別人跟你說 你這麼傻,早半個小時起床 你比我多睡半個小時 你不會他的一句說話令你打斷自己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同樣道理 跑步 現在哪裏有人在跑步? 用甚麼跑? 用腰震腰震散脂肪就可以了 用甚麼跑步? 有些人跟你說,跑步不如游泳 有很多人在過程中會令你搖擺 前提是,為何有些人會搖擺? 好了,他不跑步,他真的停了 但他又未必去游泳 他純粹給了另一個藉口,令自己停下來 為何他會這樣? 原因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 所以孔子說,吳十五,幼子與學 三十二,藍四十二,不惑 孔子十五,幼子與學 用了十五年時間,即是到三十歲 他這套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才能確立下來 所以叫做三十二,藍 他用這套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確立下來 再與這個世界的對狀 令他確切明白,所以四十二不惑 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修正 自反而縮 吳一三省吳身 不斷去改,不斷去改 不斷去用心做好他 將他由十五,幼子與學 去到三十二,藍的這套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放置於三十歲之後的這十年 四十二不惑 慢慢開始打磨,沉澱到他自己的一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甚至明白人生究竟是何去何從 所以四十二不惑 慢慢明白四十二不惑,而知天命 所以五十二知天命 因為人生他有方向 由十五歲有志於學,一路到三十,一路到四十不惑 到今日五十,他終於知道人生為何要來 為何要去,開始知天命 所以當他知天命 再向前行十年,六十而以順 因為他明白一所有人都是這樣過來 所以每一個人說些甚麼,他都會心微笑 能夠表現出溫良恭儉約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走來 所以我很明白你,所以我很了解你 無論你的抱怨好,無論你的讚美好 無論是你的攻擊好,無論是你的不解 而對我的種種都好 我都是歡喜,我都是接受 因為你走這條路上面 這條人生的路上面 我都是這樣走過你的 所以我理解,我明白 所以六十而以順 每一個人說些任何的事,我都是歡喜的 我的耳朵都是順的 我不會生氣的 我不會憎恨的 六十而以順 去到人生到七十歲的時候 他四十,三十不惑 四十知天命 由知天命到七十已經三十年時間 到三十年時間的時候 由人生是離,是走,是留,是去 是執著,是放下 其實已經了然於空 所以七十,隨心所欲,而不如舉 這就是人生的境界 是否要到我們七十 我們才隨心所欲,而不如舉 我們是否要到六十歲才以順 不一定 每一個人有他人生的滯愈和經歷 甚至今天的社會 相比起以往的社會更是一日千里 可能有些人去到四十歲 他已經以順了 甚至去到五十歲 他已經以順了 因為在人生裏面 他經歷過太多的波折 經歷過太多的起跌 他一切都明白了 原來人生只不過是一個夢 原來人生只不過是check in 和check out 我們人生有什麼好執著呢? 所以去到最後 無論我們帶了多少東西來 我們在這個人世間 有多少的圈難 我們有多少的色彩 甚至有多少的功名利錄 有多少的掌聲 去到最後 有朝一日裸鼓揭 不知何處是家鄉 我們都是歸到無事的 我們帶不走的 所以人生一切都以順 甚至人生因為我們無求 所以我們能夠進入 隨心所欲而不如舉 這個孔子十五有至於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順 七十隨心所欲而不如舉 就是一個人生修行的境界 我們有沒有這個人生修行的境界呢? 但很多時候我們連十五有至於學 這個至,我們還未找到 所以什麼叫做開竅呢? 有些人說五十歲才開竅,六十歲才開竅 其實開竅就是我們有至於學 我們想要改變,我們要努力 甚至我們人生是有所追求 而這個追求,並不是局限於 功名利錄,風妻任子的一個追求 而是我們有更高生命的理想追求 各位網友,好好地獨摸這句說話 這番說話,老師這番說話 希望大家一定是終身受用 沒錯 這個 大家可能今天或者這幾天都相當痛苦 但是,只要我們慢慢用心做好自己每一件事 每一個念頭都去剁磨一下 其實,什麼都會過去 沒錯 人生呢,你看看孔子 一生都有困苦的時候 嗯 被困於陳菜之間 東西都不能吃 甚至懷疑自己身邊的學生 偷偷地吃了東西,不告訴他 有沒有人讀灰? 沒有人讀灰? 懷疑學生讀灰 哈哈 孔子,大家一群人都不能吃 麵有菜式,好像是爭子 你不知道哪一個學生 不知道捉了什麼,總之孔子懷疑他 你是不是走出去吃 你吃了才回來,不讓我吃 他都懷疑學生 哇,人生的一個 幾大的困頓 幾恐怖 所以這個孔子,他那個 撒那 他那個時刻 孔子的內心是很煎熬的 嗯嗯嗯嗯 孔子是很煎熬的 嗯 會懷疑到自己的學生 是否你吃了之後 才回來 你不是很煎熬 是 不是說公明利錄 不是說公明利錄 可能真的是 我終於找到一隻蟑螂了 這樣 你明白嗎 小強 然後馬上把牠放進口裡 我吃了很多天 我終於找到一隻蟑螂了 然後放一隻蟑螂 可能是這樣的 為了蟑螂 可能他們一群人在打架 我要吃聲 好害怕 好嗎 所以 聖人 他都有 其實我們可以有很多借鏡的地方 嗯 甚至剛剛 十五又至於學三十二蟑螂 其實這一番話 是我自己一個小小的體會 是我自己一個小小的 因為我當年十九歲的時候 我一直都想有自己的一套 看法 一直在沉沉覓覓 沉沉覓覓 怎樣去建立自己的一套 人生觀 世界觀 和價值觀 我一直去到二十一 二十二歲 我才開始建立完整的 即是不要說完整 因為十五又至於學三十二蟑螂 你都用了十五年 孔子都 是吧 即是我都是一直在雕尺 一直在雕尺 一直在雕尺 甚至用我這一套 去自己的一個 即是自己那一套 都是只有那一套 所以都是很沒用的 我都是 是吧 去和這個世界 甚至與人相處 與這個世界相處 在這個過程當中 必然是會打磨自己的零零角角 是吧 在這個打磨自己的零零角角 甚至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抱負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有現實和有理想在裏面 所以我很感激 也都很感恩 每一個的發生 無論是好的發生 還是不好的發生 其實我很感恩 每一個的發生 我都很感恩 別人說我也好 別人稱讚我也好 別人沒有意見也好 我一切都感恩 因為一切的發生 讓我們看見自己 讓我看見我自己 令到我看到自己 在哪裏有不足 我哪裏可以做得更加好 在哪裏我做得不夠好 我可以令它改過 以後做得更加好 所以任何的發生 你不要去逃避 一切的發生 你去面對它 一切的發生 你感恩它 因為每一次的發生 是我們學習的機會 我們成長的機會 每一次的發生 你要感恩 我學習的機會逃了 哎呀,我又有東西學了 那你人就會進步 你人就會成長 每一個人都很害怕改變 但是這個世界 每日都在變 每時都在變 每刻都在變 我們在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沒有成長 如果在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拒絕成長 我們不願意成長 甚至我們不願意改變的時候 當世界都在變 你不變的時候 你就會出問題 你就會出問題 所以一切都在變 我們都要變 但是我們要變得更加好 我們要不斷進步 我們要不斷進步 這個就是改變的核心 我們學習的動力 所以 十五有主學 這個是重點 所以 每一個人 大家都要加油 真的要加油 大家要加油 甚至MandyMandy 有你的朋友說 你這幾日 你的情緒 所有事情 你很低落 祝福你 希望你加油 因為人生 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 所以我們叫做 常想一意 是不是? 常想一意 常想一意 那都是益苦思甜 不是 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 我們感恩每一個發生 因為發生 令我們看見 我們感恩發生 令我們看見 我們看見我們自己 我們讓我們看見 我們每一個念頭的起伏 看見我們身體 每一個細胞 甚至我們 每一個緊張 可能我們會緊張 我們的神經 我們的肌肉的繃緊 原來恐懼是這樣 原來緊張是這樣 原來擔心 我們的身體的反應是這樣 我們讓自己看見 以前我們錯過了 以前我們錯過了 我們每一個情緒 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我們都錯過了 今次我們不要讓它錯過 我們快樂的時候 我們快點看看 我們的身體 是怎樣的反應 當我們悲傷的時候 我們快點看看 我們的身體是怎樣的反應 當我們的擔心 憂慮 甚至憤怒的時候 我們都快點看看 我們自己的反應 不要讓它錯過 因為一切的發生 都是讓我們學習 令到我們更加能夠見到自己 所以大家加油 真的,大家加油 吃點甜食 不過吃得多又會肥 小心點 因為現在有四個月 大家都沒有外出 每天都在家吃甜食 不得了 今晚是十二點四 人很快過 我覺得這些是不怕說的 因為剛剛我所說的 我相信 在任何一個時間 應該都不會過時 因為我們人生是不斷進步 我們都希望學好的 嗯 有時候 忘記了 就又聽回 人 不可能 經常都會 那麼 awareness 是吧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get lost 會迷失 會盲目 不知道自己站在哪 不知道自己走到哪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開回這個節目 聽回今集 或者聽回我們這一個月 的節目 可能你又會有新的得著 嗯 人生就是這樣的 不是我怎麼醒你 只不過是這麼巧 我也是一個平凡人 是不是 我也是一個平凡人 只不過我是將 我自己一個小小的體會 跟大家分享而止 有得著的 和我無關 是因為你有智慧 這麼巧 我這句說話 剛剛好 你聽到 你對你有用 不是我厲害 是你厲害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細心去到細味老師的說話 亦都希望老師的說話 能夠提醒大家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所以未開竅的 快點 立志要開竅 快點立志 要做好一個學問 是嗎? 55、15有主學 特別在現在這個分亂的社會 甚至分亂的世界 好嗎? 好嗎? 祝福各位 我們今天幾多日? 22日 22日 還有8日 我們佛都有火頻道 進入一個大冬眠的時候 所以大家加油 這是我經常說的話 如果我能夠順利出版 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當然 大家都很期待 對 幸福的事 即是文字還未按鈕 是一件幸福的事 就是這樣 OK? 今晚到這裡 大家加油 再見 拜拜 掰掰